正史中的成仙者到底有多少 之前我们说到过谢自然 据说他是唐代的一位修行者 在年少时期就卢山修道了 少女时期的时候开始壁谷修行 到了近30岁的时候 在一众百姓的围观下就飞升成仙了 虽然这事出自于正史之中 但还是让人难以相信 巧就巧在大诗人喊语 还曾经写下了一篇谢自然史 咱们的大诗人喊语 是个硬核的无声论者 所以这首诗也是暗讽揭露谢自然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首诗也能证明 在当时确实出现过这个谢自然白日飞升事件 到了这里就有人纳闷了 当朝出现神迹 皇帝当然要召见了 其实也就是说 没有当朝皇帝的召见记录 神迹的可能性就不是很高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件 有皇帝召见记录在正史之中的先人记载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叫做成团 是北宋时期的人 关于他的事件被记载于宋史成团传之中 而且有皇帝的召见记录 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成团在四五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件奇事 小时候的他在河边玩耍时 碰到了一位身穿青色麻衣的老妇 自从这个轻衣老妇给他补卤之后 成团就编得聪明了起来 在史书上记载 金石百家一箭成颂 就像是拥有了过目不忘的能力一样 有了这个能力能去干什么的 当然就去考科举了 所以到了后堂长新年中 成团就去考进士的了 结果就没有考上 当然这里考不上是有原因的 有人说五代十国时期 红乱的要死 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呢 不管怎么说 自此之后 成团就开始了一段隐居生活 成团从考场上回来之后 一直漫漫不乐 可能是因为厌恶了世俗的是是非非 也可能是看透了考场上的世俗利益 碰到了两位影视高人 分别叫做孙军访和张匹处师 我试着查询了一下这两个人的资料 没有找到任何记载 这两个人就对成团说 武当山九世岩可以隐居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说到过的洞天福地 这个地方就是一处洞天福地 然后成团就到这个地方隐居去了 既然是隐居 那么肯定就叫壁谷 成团也是如此 只不过他的隐居和别人不太一样 成团在武当山九元市中 待了二十多年 每天就喝几杯酒 咱也不知道他二十多年是怎么过的 在宋史之中 确实就这么记载的 后来成团就移居到了华山的银台观 又是一处冬天福地 这一次的隐居就更彻底了 在宋史中记载 没请处多百余日不起 也就是说成团的修行就睡觉 而且一睡就一百多天 还以睡觉这么简单的修炼方法呢 别着急 我们等会就会说到 相信看到这里 很多朋友觉得这是宋史在胡扯 谁能二十多年的时间不吃饭呢 而且还一睡一百多天 其实这事 还真的能经得起考证 因为关于成团的世界 确实挺难作假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关于成团的世界 就很难作假呢 因为在正式之中 至少就有三位皇帝 曾经召见过他 而且深得每位皇帝的尊敬 我们挨个来看一下 第一位召见成团的皇帝 叫做周世宗 周世宗就是柴荣 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的皇帝 也是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中 少数能够让人记住的一位印和皇帝 都干了些什么事呢 先是改革进军 扩展东京 而后又三征南唐 北伐辽国 柴荣一共就当了六年的皇帝 可以看得出来 一刻有名闲政 连朱炎章都评价他说 三代之王有其实而能为之 汉文有其实而不为 周世宗则无其实而为之者也 仔细看一下柴荣干的这件事 就会发现 又是改革 又是扩建 还没有改革扩建完 紧接着又讨伐南唐 挑衅北辽 这些事可没有一件省钱的 所以呢 这位印和皇帝就开始想办法筹钱了 这天底下能挖的帝王陵墓 都让人给挖变了 除非有人能变出钱来 哎 说不准还真有 周世宗在位的时候 成团就已经八十多岁了 在当时呢 被人称为是陆地神仙 神仙嘛 自然就懂得变化之道了 所以周世宗就让人 把成团请到了皇宫里 询问成团有没有点识成经之法 不料成团说 陛下为四海之主 当以置之为念 奈何留意黄白之士乎 也就是说 你个天下之主 应该晓得是如何治理天下 为什么就天天想着 典识成经这种旁门左道呢 这样如何能做得让天下太平呢 这明显就批评皇帝了 我估计我要是周世宗的话 都得生气 周世宗也算是五代十国中 难得的一位民主 非但没有怪罪成团 而且还要册封他为建议大夫 这个官职也不低了 从这个贱子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专门怼皇帝的一个官职 然后成团就拒绝了 接着又跑回华山远居了 后来成州刺史去赋任的时候 周世宗还让他给成团带礼物 这说明周世宗打心眼里 还是很佩服成团的 去过华山的朋友都知道 在华山上有下棋亭 文约石等警官 在这些警官的背后 就有一段关于宋太祖和成团的故事 据说宋太祖称继之前 就曾经来到过华山 而这段时间成团就隐居在华山 宋太祖因为腹中饥饿 就吃了成团种的桃子 桃子刚刚吃下 成团就跑出来了 非要宋太祖付钱 见宋太祖没钱 成团就说 我们二人可以下一盘棋 如果你赢了就不用付钱了 如果输了就要付一文钱 结果呢 宋太祖连输三盘 而且一封钱逃不出来 于是成团就让宋太祖写下了一封契约 这封契约就是有关于华山的 契约的内容是 让宋太祖将华山送给成团 宋太祖当时也没有搞懂 于是糊里糊涂的 就把华山送给成团了 看过水火传的朋友都知道 成团知道宋太祖登基之后 乐得从马上掉了下来 感慨地说 天下从此就安定了 到了太平新国年间 宋太祖又招请成团录宫 当时的成团就已经近百岁了 宋太祖倒是没问华山 和典识成金的时候 他关心的还是长生九世 记载中的成团是这么回答的 团山也之人 于是勿用 一不知神仙黄白之事 土那养生之理 非有方数可传 假令白日冲天 一和一于事 也就是说 我一个山野村夫 不知道什么典识成金之法 也不知道什么长生九世之道 没有什么方数可以传授 就算是你白日非生了 对世间又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我看皇帝的运势 如日中天 正是治理天下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虽然没有给宋太宗留下什么数法 但是宋太宗对成团还是尊金有加的 并且赐成团西仪先生之号 这个西仪啊 出自于道德经质中 有着玄妙的意思 到了端拱初年 成团让弟子在华山的张超谷 早以前时事 他要在张超谷内闭关修行一段时间 到了端拱二年的七月 时事早成 成团给皇帝写下了一份奏表 内容为 我气数将尽 圣朝难以依恋 随后将在这个月的二十二日 划行于莲花峰的张超谷中 然后就去这个时事里闭关了 果然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时候 成团在张超谷内作画 过了七天 身体仍然还有余翁 在宋史中记载 当时有五种颜色的银材 堵塞住了洞口 根本看不清楚洞内的状况 老百姓纷纷称此为神迹 至此成团的故事就结束了 最终享年一百一十八岁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成团的修炼方法到底是什么 根据资料来看 成团的睡工 大概就是修行中的 折龙法和太息法 成团曾经写到过自己的折龙法 大体记载为 关于这句话 大家可以自行理解一下 其实折龙法和太息法 在道教的许多书籍中 都有记载 我之前写到过 大家可以将其理解为 是用打坐的方式去冥想 很多人一听到冥想 就以为是要盘膝坐着 其实躺着也是可以冥想的 然后在躺着冥想的时候 其中一年在呼吸上 之后再到眉心 丹田等等 这一块我们以后有时间 会详细说一下 反正所谓的睡工 其实就类似于清明梦 修仙这事 听起来确实不靠谱 就像是中二少年嘴里的 武侠世界一样 只能在梦里 不能在身边 但是反过来想一下 修仙这事 虽然缺乏很多证据 但是它却有一种感染力 甚至我认为在这个时代 推广修仙文化 要比四书五经 更容易让年轻人接受 华夏的修仙世界 就像是漫威世界一样 但是我感觉修行者 肯定要比超级英雄 更让人觉得震撼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班同学 咱们下期再见